一文方面消息要带你来看到 西屯国安国小有11位学生 利用假日到学校来学书法 社团老师针对孩子们的各种不同的个性 指导临摹不同的字体 经过一个学习的学习下来 上午举办了成果展 学生得意秀出了30幅的作品 校方还比照发表会规格 邀请到校内的合唱团表演来炒热气氛 三十人合唱团演唱流行歌曲快乐天堂 为小小书法家连展揭开训目 校方选出30幅作品 比照艺术家发表会的规格 替学生举办书法展览 激发孩子的荣誉心 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空间 提升他们对美术的鉴赏 那也让他们感受到说 原来我也可以当一个小小的艺术家 那学校帮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展览 那激发他未来能够继续持续在书法 这一块琢磨的机会 西屯国安国小11位学生 利用周末假日到学校学书法 社团老师针对孩子的个性 指导临摹不同的字体 其中这一幅写着年龄有余 吉祥化的创作者 14年级的学生名叫孔令奇 是孔子的第76代子孙 而且还是位佐撇子 他用右手他没办法适应 所以我们要以他佐撇子的适应性比较强 所以我们用钻体书来让他书写练习 像这一幅也是 我们这一幅的话是钻体跟甲骨文为主 国安国小聘请专业老师 指导18个社团 开办周末娱乐营 进入第9个年头 全校1500多位学生 有三分之一报名 有的练书法 有的踢足球 有的跳舞 每周三个小时 鼓励孩子学习 培养兴趣 也给他们表现了舞台 台中对视远就是王景彩